台东每到了元宵节都会举办绕镜及炸喊丹的活动 但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两项活动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都宣布取消 而公庙还是可以自主办理活动 但是需要遵守防疫相关规定 还有每场次人数不得超过500人的限制 每年到了年节尾声 台东的街头都会有相当著名的元宵绕镜与炸喊丹的活动 并且吸引许多信众与游客前来朝圣 但因应疫情中央早在过年前就宣布禁止绕镜游行等活动 而举办相关活动的公庙也会遵守中央的规定 停止办理 县府对各公庙的配合表达感谢外 同时也呼吁民众在元宵期间 务必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 传统习俗还没有过元宵之前都算过年 所以我们还保持一个非常欢乐的心情 不过在这个疫情之下 我想也要跟各位相亲做一个报告 内政部有非常明确的规范 这个元宵相关活动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那像例如元宵绕镜 这个是在中央的禁止之列 所以在这边要跟各公庙 还有各位相亲说一声抱歉 恐怕元宵绕镜还是要请大家暂缓办理 不过各个独立的庙宇办活动是允许的 但是要记得一样保持社交距离 全程戴好口罩 然后做好清洁消毒 如果你的活动人数超过500人 还是要报防疫计划到本府来审理 台东的元宵绕境与炮栽邯郸 不但历史悠久并且闻名全国 与北天灯南风炮 齐列台湾三大元宵民俗活动 每年都会有无数的观光客慕名而来 而现在无奈疫情肆虐 迫使这两年没法举办 但各个公庙举办的民俗记忆仍可以参加 而前往参与的民众也务必遵守防疫规范 共同守护相亲的健康安全 记者在前轮 台东市报道 台东市报道